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中一個因素是說 我們當時七百幾萬票 是很多的願望 要讓你改變台灣社會 或是台灣的經濟比較好 但是最終要死黨 這個東西沒達到 沒達到沒關係 這個人很傲慢 你老實說 我們說的 它當用行政階級 當用經濟人員 當用行政支援 它當用財團的錢來負責的時候 這些東西 家鄉英國民黨的東西 沒有歸零 你如果看他手中多少個武器 但是他老實說他三年多 這個東西是國民黨 歸前時代 蓋洋時代用的手段 他現在也是繼續在用 所以我認為說 大家賣錢賣錢 這次應該是台灣人民 對罵的一個大反撲 因為老實說 他的事件 無效率 無靈 應該是我們要對 控制的兩大 兩大訴求 這是一個體型才是這樣的 來 軍憲兄 這個李前總統跟林英雄 站出來這個背後意義在哪裡 我想 還有更多人嗎 對 我想這兩位前輩 我想 基本上都是社會上非常敬重 像李登輝 前總統 他之前因為身體的問題 大家曉得 那麼九十幾歲的高齡 他動了手術 其實我們 非常的 認為他現在應該身體 身體最重要 其實他也多次的表達 對這場選戰的關心 那李前總統他的講話 其實最清楚了 就是棄馬保台 他最早站穩他的立場 他就是支持蔡英文 那麼其實他之前最重要的談話 我覺得是對九二共識的談話 他很生氣 我剛才不會死的 你就要說白菜 馬英九就胡說八道 對不對 當時九二共識 1995年李登輝在當總統 身為國家元首的李登輝都說 沒有談出一個共識回來 馬英九也沒有拗到 那李登輝在住院的時候 馬英九要跑去消費他 提早要跑去看他手術幹什麼的 所以我想李登輝對蔡英文的支持 是大家都是認定是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那麼在最關鍵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再多一個站出來這個動作 其實基本上 他也是認為說 他如果這麼再站出來 讓一些原本不想投票的 或者是說 原本沒有想要回家的 回鄉的 我們剛剛那個CF也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我們已經算到了每一張選票 都非常重要 都絕對不放棄 可以把選票吹出來 我們就用盡所有的 所有我們可以做到的地方 林立雄先生也是 那還有沒有其他的人呢 我想也會有 我們也在介紹當中 但是畢竟有時候 也是尊重當事人 我們不會說 就把它當成一個宣傳的工具 事先就來敲鑼打鼓這樣講 不過我想這兩位 這兩位前輩 應該都非常關心小英的選情 也應該都會在適當的時候 站出來呼籲大家 基本上的呼籲就是 一定要出來投票 在國民黨 其實馬英九總統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危機 我想聽聽看包括 鄭盛大哥小金你們的觀點 國民黨含血含淚含恨 很多人在國民黨內部裡頭 對於馬英九總統的不滿 其實在今年裡頭 很多人是要不要去投票 是非常掙扎的 到最後可能一些票 是轉向投向宋楚瑜 可能投向蔡英文的部分 很多人很掙扎 是幾句都不要去投票 那麼對於民進黨策略來講 如果在最後一周 現在存五天嘛 李登輝前總統一現身之後 對於國民黨一些本土派 支持台灣這個力量的 如果到最後他們可能本來被動員 含血含淚含恨要投給馬英九總統 到最後就不會去投 對民進黨來講這是一個勝利 就是李登輝這張牌到最後 可能還可以發揮這樣一個影響力 但是我不知道他能夠催出多少動員 還是說到最後 國民黨很多這些所謂的利益 結合的狀況之下 含血含淚含恨還是投給馬英九總統 來怎麼看的小金 為什麼蔡英文說選舉到現在 我們剩下最後的一里路 為什麼我們的廣告文宣要打說 才差一點點 那就是因為現在的選情非常的膠著 其實蔡英文從選舉一開始 他辦了跟立委 每一個立委辦了國政說明會 走過台一線 台三線 台七線 台九一線到台十七線 甚至辦了三十六場 公平陣營鋪滿台灣 到最後他辦六場的十萬人的大造勢 蔡英文是這樣子一路走一路走 慢慢的將人群熱情慢慢的帶起來 確實每一場都爆滿 我們也看到熱情 可是我們要想的是 這樣的力量要求換政府 換總統的力量 真的足以支撐蔡英文走到最後嗎 這是大家會害怕的 因為這一股力量其實匯集到最後 我們需要有一個一股作氣的力量 把這個候選推上最高峰 每一場選舉 台灣每一場重大的選舉 都有一個經典的場景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蘇貞昌在選台北市政選長的時候 是如休於驚天動地的一櫃 馬英九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是李登輝拉著他的手 說他是新台灣人 還有陳水扁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是林遠哲站出來 透過視訊告訴大家 台灣要向上提升 不要向下沉沦 其實所有的力量都已經聚集成 最後誰是那個最後一把推手 這就是現在大家要爭取的 其實不管是李明雄也好 不管是李登輝也好 這種長期對台灣民主有巨大的貢獻 而且他們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 他們的人格 其實他們對台灣的貢獻 是有相當的評價的這一些 長者站出來 一定會有波濤助瀾的作用 但是我的看法 我會希望說除了他們之外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你覺得他能夠催出國民黨內部 可能有自治事當中 還是決定要放棄馬英九總統 李登輝這個力量到底有多大 以李登輝前總統來講的話 其實他就是本土派的代表 他是不分黨派 他是不分黨派 他是本土派的代表 所以其實最近 李登輝他也知道他的影響力 他最近在做什麼 他在打電話 他在寫信 給國民黨這些本土派的立委 因為其實國民黨自從馬英九執政這四年 我們看到的 我們不想講族群 我們不想去談談外審本審 但是不可諱言 不可諱言 馬英九執政的馬政府 確實是一個少數的外審權會 說霸持的一個政權 其實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無形中會去壓縮很多所謂的國民黨內 認同國民黨 但是他是屬於叫本土的這一些人 他們的所謂的發聲管道 所以當李登輝這張牌出來之後 第一個 他其實他有一個重量級的 就是所謂的台灣意識的力量 第二個他相當程度的代表所謂的本土派 這是有辦法將國民黨內部那些 傾向本土又沒有辦法得到國民黨 現在當權者認同這一群人 他是有辦法催出來的 同樣的林毅雄也是 但是就是這些票都是王牌 但是我自己還有一個看法 就是我很希望 就是那些催生與昌的這些科技大佬 他們能夠站出來 因為其實他們會 他們不同於李登輝 不同於林毅雄 他們代表其實另外一股的是所謂的 他們是一群有國際聲望 他們是有專業公信力 而且他們曾經與蔡英文共同去 去帶動台灣科技產業這一群人 其實他們代表是一個進步的力量 所以我很希望說 在最後關頭這一群人都能夠站出來 如果真的有一股這樣的氣 能夠將蔡英文推上最高峰的話 我相信會成功的 來 最順大哥 怎麼看錢總李登輝 他這個最後的力量影響力在哪裡 李登輝先生看這個樣子 他應當會在選前站出來 要停蔡英文 林毅雄先生 照這樣的報導 應當也會 不過不管怎麼樣 李登輝是我過去的老長官 他站出來 對於蔡英文的選情 到底能夠產生多少正面的作用 我不便評估 不過林毅雄 確實是台灣 所有政治界走過政治 對政治關心的人 大家是一致敬仰 而且感到不捨 很喜歡能夠 蔡英文的吹票作用 一定有正面的影響 我這個部分我就論述到此 不過我還是要藉著小金您這個節目 我要跟中共北京當局 還要再肯談幾句話 因為您很關心台灣的總統選舉 您也用了很多力量 要幫馬英九能夠把他輔選過關 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我還是要奉勸 各位北京當局的朋友 您應當了解 我的兩岸關係的主張 我是很健康的 我是非常符合歷史進化的軌跡的 我的主張 絕對跟李登輝先生 甚至跟陳水扁先生 甚至跟蔡英文女士 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您應當正面來看待我的建議 今天選情進展到這個程度 我可以很懇切的說 馬英九總統一定會落選 因為你用簡單的算數就可以算得出來 你如果把這個蔡英文的票 跟宋楚瑜的票加在一起 絕對遠遠超越過馬英九的票 因此在台灣可以這樣地講 這次選舉 不支持馬英九的人 佔絕大多數 順民者昌 匿民者亡 這時間中共各位好朋友 您應當要如何看待馬英九 請您真的要最後關頭 要知道懂得如何踩煞車 如何再調整你的策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必須要很清楚地講 馬英九之所以會失去台灣人民的信賴 除了他所有的過去的政見一概跳票之外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馬英九總統 真的是太不懂台灣人的心 太不懂台灣人的文化 我曾經說了一句重話 您這個香港人太不懂得台灣的悲傷文化 因此我建議北京當局 其實您可不可以另外一個想像 其實讓馬英九去當未來的香港的特首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職務安排 對於兩岸關係的增進 絕對有正面的作用 因為馬英九總統 絕對在這一次的選舉 無法獲得台灣人的民心 所以我必須藉小英 您這個片段的時間 再度跟北京當局懇求 這一次的選舉 希望您能夠拿出智慧 我這個是中國歷史的博士 我完全用歷史觀來看待台灣當前的政局 我的希望 希望您能夠列入考慮 嗯 最後一周了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選戰策略 說到拍天啊 就是後部跟招數 還會再出來嗎 還剩下五天的時間 這是白樂奇的專欄 今天的自由時報裡頭 白樂奇的專欄裡頭 台灣大選的中國因素 那麼在李前總統 包括林義雄要力挺蔡英文的同時 我們看看 蔡英文喊出第三次的政黨輪替 讓台灣處於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況 白樂奇怎麼說 他說在當前的選戰中 台灣的民眾主要關切是其日常福祉 經濟就業及良好的治理等等 然而背後的中國因素 持續顯得突出 爭論的焦點在於哪個候選人 能夠更妥善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他怎麼說呢 要如何打破這個僵局 北京態度如何能真正改變 如果台灣政治版圖為恥不變 將強化北京的態度 伴隨經濟甜頭的強制手段策略似乎奏效 北京領導人將覺得他們的政策行得通 這只會強化當前這個相當高壓的政權 其結果將是 中國會透過更盤根錯節的經濟關係 並展開政治動作 繼續把台灣拉得更近 中國將會改變台灣的方向 然而如果政權交替 使台灣的政治版圖出現巨大變化 中國民眾將會看到 人民透過民主手段換掉政府的事情 就發生在他們眼前 台灣大選將成為強而有力的民主典半 也將啟發全中國人民加倍努力 朝民旨之路 民主之路來邁進 你看到白樂琪所講的 換句話說 再次台灣的政黨輪替 可以改變中國 白樂琪的專欄囊通 似乎透露出這一次總統大選 他的觀點是什麼 只不過很難講 未來的五天 到底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總統大選 我們休息片刻來看看 傅坤奇 他今天表態挺馬了 這是具體在操作氣保嗎 未來陸陸續續 還有更多人要操作氣保嗎 宋楚瑜他挺得住嗎 休息片刻再回來